基隆市长林佑昌以图表说明基隆市新冠肺炎确诊情况 至疫情升温后到5月29号为止 基隆确诊个案数已经突破百例 好消息是有13位确诊者无症状出院后 返家自主管理 不过基隆也首度出现两期死亡个案 案4092是男性是70多岁 他是5月22日入院 是在5月28日身亡 他是一名洗肾的患者 5月22日因为腹泻数日就医收治 确诊 住院期间他的状况就一直不太稳定 在5月28日恶化身亡 因为年纪比较大 大概是70多岁 另外第二案是案6631 也是男性也是70多岁 那他入院的日期是5月26日 那是在5月28日身亡 林又昌也说明基隆市全市13处传统市场及渔市的营运状况 包括休市后已经恢复营运的信义市场及果菜市场 还有即将恢复营业的七堵南新市场及成功市场等 一再呼吁双北重市传统市场高染疫风险的林又昌 也说明基隆市对户外市场的六项防疫作为 基隆市在户外的市场要复业 我们就必须做到几点要求 第一个就是提供实联制的QR Code 由摊商来要求消费者做实联制 第二个我们会管制动线 也就是我们会把部分的一个通道把它做封闭 然后维持重要的一个路口是单进单出 那让人流的一个动线能够受到控制 那也因为人流的控制呢 所以我们可以去采取实名制 在传统市场里面采取实名制的一个管控 另外呢我们要降低传统市场的人流的密度 所以原本在路中间摆摊的这些摊位呢 一律通通禁止涉摊 来降低整个传统市场的一个密度 另外严格禁止试吃 那食品类一律外带 不可以内用 另外就是会专案的去机查 有没有戴口罩 要把口罩戴好戴满 那另外就是没有戴口罩者 我们不提供消费 最后是我们遇到有高风险的确诊的足迹 我们会关闭市场 然后全面的进行清销 另外李又昌也对到市场采买的民众 提出防疫三招 就是不吃不摸 不推挤群聚 买完就离开勿逗留 在市场防疫有三招 我也在这边特别跟大家呼吁 到传统市场去买菜 不要吃 不要买 不肯 买热 买好 快来回家 掌握这三个原则 然后我们把传统市场做好管理 那摊商跟我们的消费者 大家一起来合作 我们就可以安全地在传统市场 来采买跟消费 牛昌强调基隆对户外市场的防疫作为 相信全国其他县市应该也能做到 只要彻底落实就能维持市场营运及摊商生计 以让消费者能安心采买 记者张其腾金融报道